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两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竟然动用神剑相伐 为什么要这么做 吕天在我房中流言 羞辱 约我出来一绝高下 我前来赴云 他出手凶狠 我只好陪他一战 这是真的 吕天实力不及我 伤于我的剑相 所以动用了神剑天皇 幸好我手中也有神剑掏神 否则 我已经死于天皇神剑相了 宇天 你好大的胆子 连你兄弟你都敢伤害 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黎叔 这是有什么喜事啊 你不知道吗 杨剑公子就是家主的儿子 现在全府上下都在准备着呢 什么 赫赫有名的杨剑公子居然是家主的儿子 这下好了 咱们吕府又有一名天骄了 唉 就是不知道楚夫人会不会愿意呀 家主任儿子 管他姓楚的什么事 平常要五贺六的也就算了 这等事情还要插手 真把我们吕家当他们楚家了 天儿 你父亲现在的心思 都在那个野种身上 对于我们母子 他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娘 我们怎么办 有那个野种 没我们 有我们 没那个野种 我恨不得一剑斩了他 但在吕家 父亲不可能不阻止 那就把他引出吕家 引出玄天城 若是他 到时候你就是你父亲唯一的儿子 他再也不会轻视你 好 我要与他决意死战 看来他是直接要与我一战了 父亲 你不是说 那树古遗迹世界中 应该有神剑暗铃吗 怎么神剑逃身也在其中 难不成 那里拥有两柄神剑吗 根据我得到的古地图考证来看 神剑暗铃的确是在那树古遗迹世界中 如果逃神剑确实是从那里进入你娘亲的体内 那么 你说的没有错 那里有两柄神剑 只是我和你娘亲还没找到暗铃剑 便离开那里了 父亲身为剑舍后 有了足够的势力 应该又去探索过吧 去过 你和思明出世后 我在北域找了你一圈 在行舟的时候 便去了圆藏山脉 但是 当年那个入口 我已经进不去了 我能感应出那里的天地空间 与别处不同 应该入口禁止还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无法激发触发条件 进不去里面 难道是 剑圣不可静 不一定 当年你娘亲是剑魂镜 颜天翼是剑公镜 我是剑王镜 都能进 但后来我找人试过了 剑魂镜 剑公镜 剑王镜无辙 也都无法再进 我猜想 应该是我和你娘亲离开后 进入遗迹世界的禁制改变了 产生了新的条件 杨儿 将来的剑神之位 我更看好你了 那 与我同代的天才不在于少数 大家介意吧 别人我不了解 但天儿我是最清楚的 论天赋 天儿在天交中实属中有 论机缘 天儿有的只是吕家原本就拥有的 更关键的是 天儿一路走来太过顺利 未经历过人生坎坷 受不了打击 其心其志 都还需魔力啊 在我看来 未来剑神 逼在你 剑无双 沥血和三人之中 算了 不提这些了 父子相认 不如落些家常吧 对了 你之前说 在黑风山 司明丧了命 他是死于鬼煞之下 你当时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 父亲可知道 神剑逃神 这岂能不知 十大神剑各有传说 其中八柄神剑的传说 比较清晰 唯独 陶神剑 暗铃剑 出现年代久远 记载极少 唯有八个字 较为流传 陶神诛煞 暗铃养魂 诶 你身上该不会有神剑逃神吧 那里也有日月山荷花草树木 并且还有只一头头厉害的妖灵 我和你娘亲找不到离开的方法 便只能在那个世界探索 结果在猎杀一头青椒妖王时 我身受重伤 多亏你娘亲照顾 才得一生了 渐渐的 我们被困了大半年时间 也许是相处的久了 我和你娘亲半生情愫 我心想如果这辈子都没法离开了 我们得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们便以天地为证 做了夫妻 如果一直没法离开 我们一直在那个世界生活着也就好了 可惜没有如果 那你们是怎么离开那出古遗迹的 那个世界中还有我应付不了的妖圣 为了躲避妖圣 我和你娘亲根本没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 哪怕她怀有身孕 我们也得经常转移位置 大概怀了你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 里面有着人为开凿的痕迹 有时捉时矣 就像是有人生活过 那里还有别人 那里的痕迹 是很久很久以前留下 应该是曾经有人生活过 我先去问问 方杨这小子跑来我旅家做什么 方杨 你来我旅家做什么 张旅家主 问点就是 你能有什么事问我父亲 先问我吧 你不知道 问也白问 你都没问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还请继续带路 不许走 方杨 不把话给我说清楚 休想向前一步 你们旅家 是旅家主说了错 还是你说了错 就凭你 还没资格在我面前狂妄 我都要看看 你在洛家宝地修炼这么久 有多大掌劲 住手 住手 父亲 越来越放肆了 你给我退下 是 杨剑公子 让你见笑了 你 你是 你是我和清晰的儿子 你要回西域旅家了 不错 我得找旅神通 问清楚当年她和我母亲的事情 名分什么的 我可以不要 将来 我也可以不留在旅家 但 我身上留着旅家的血脉 旅家的神剑传潮 我得学 今世领悟寒冰剑道成就剑胜 这是冰皇剑神走过的道路 我要集冰皇剑神 金红剑神两人的剑道优点 领悟出新的剑道 走一条新的剑道之路 我觉得 这样将来成为剑神的希望 才会更大一些 你说的有道理 绝大多数人 都想沿着前任的足迹走捷径 而你 却想要开辟新的道路 仅是论这份气魄 就已经胜过绝大多数人了 新的剑神之位出现 当属于新的剑道之路 你什么时候去西域旅驾 我刚刚出关 先在冰雪城住几天 陪陪你 过几天就出发 那你的身份 什么时候告诉我父母和老左 现在 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只要我回西域旅下 身份就会天下皆知 现在就告诉他们 好 水寒的剑魂受到破坏非常严重 需要制驾的养魂宝物才能治愈 落驾的养魂宝物只能令他的剑魂不再破坏 无法修复 把他交给我 我得带他去养魂 否则 等剑魂彻底碎灭 他就再也无法苏醒了 什么养魂宝物 能够治好水寒的剑魂 神剑暗铃 或者是神耀 九玄神魂花 这两样都是传说中的宝物 从没听说有人亲眼见过 几乎没什么希望 还好落驾有先祖留下的宝物 千年养魂墓 以他的剑魂损坏程度能够保住 详细的事之后再讲 先去保护中把千年养魂墓取来 这强大的气息是剑宗宗主无剑老人吗 是剑宗宗主君往神来了 千年兽缘何等难得 我相信落驾的祖先 如果疼爱我这个后辈 一定会理解我的 如果不疼爱我 我为了自己的千年兽缘 覆灭落驾 又有何妨 你真是个畜生 你真是个畜生 羊有贵乳之 鸭有繁补之意 你连畜生都不熟 畜生 什么家族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有生命才是属于自己的 为了生命 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方衙 你真是可惜了 你将来可成剑圣 甚至有望冲击剑神 可惜 你偏偏要来参加事件大会 偏偏走上了一条死路 其他天骄 比你的运气好多了 望恩负义之辈 你真该死 没了落水 还给你转移冰皇雕像的力量 就算你是公子级天骄 又如何 我乃巅峰剑王 你区区剑一进中期剑王 我随手便可捏死 我 神 神剑 你有神剑 去死吧 快 救我 危害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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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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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水元术 没有白费力气 放心 身体无大 没有性命之药 我以剑王修为 转移剑身力量 受到了水元术的凡事 主要伤在神魂 死是死不了 只是 武道之路 怕是要断了 还好你的希望还在 你刚才被雕像中的力量附体 感受过一次冰皇剑身的剑道遗址 在此修炼三年 便可获得冰皇剑身的全部武道传承 你吕家仙族 曾在此参悟剑道 喉称剑身 希望你将来 也能登上剑身之位 世凯 我会守护你一生一世 我会守护你一生一世 也会守护落家 一生一世 也会守护落家 一生一世 知道我手中的是神剑 还不快退下 以神剑之位 哪怕你是妖中之胜 也可斩制 神剑虽强 和你太弱 小子 凭你 还差得远 并且你手中的神剑 不是水寒剑 只要不是水寒剑造成的伤 在长生池中 都可快速复原 你的神剑 对本身毫无威胁 你们都很年轻 如此年纪 就已经是剑王 看来 你们是人为福者中的天之骄子 击杀你们 应该很有乐器 现在 让你们知晓 什么是圣极实力 行横剑气 有点意思 世界老人正门剑术 当真可怕 若今靠九条冰龙 中攻击 迟早会被血煞之气 进入污染 若是被血剑老人操控了九条冰龙 那么 我洪远 你本座 再次拼命一战 就不担心你洛家小公主 惨死于妖灵手中吗 兵狂雕像 有我先祖力量 只要还在 寒儿便不会有大危险 我必须尽快打退却剑老人 哈哈哈哈哈哈 洛洪远 以你我现在的战况 再打上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可你孙女 还有时间吗 兵狂到辰 兵狂到辰 敏狂到辰 兵狂到辰 竟然正在激动 让开 我有钥匙禀报副家主 宝殿精致被破 消极有危险 这 副家主正在外出 老祖 老祖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慌慌张张 老祖 宝殿精致出现了破坏 冰雪魔玉的封印 被打开了两条通道 通到宝殿空间了 什么 星知呢 有没有去打开通道 放水寒两人出来 副家主外出了 不在府中 快 快 老祖 到宝殿 老祖 分队 他 绿芽 修炼的时候 也别忘了用魂念赶出雕像 可以礼物剑影 参无剑道 这对于突破道尽剑上 也大有作用 那剑圣级武学呢 也在雕像蕴含的剑道之中 需要自身领悟 听老祖说 卧星越高 领悟到剑圣级武学的几率越高 甚至 领悟两门剑圣级武学都有可能 领悟到两门剑圣级武学的人多吗 少 非常少 哪怕是领悟一门剑圣级武学的人 都七只可数 后来都成为了剑圣强者 历史上领悟到两门剑圣级武学的人只有一个 那个人跟你还有渊源 哦 是谁 金红剑神 吕金元 是你吕家先祖剑神 三千年前 他年轻时参加世剑大会 也曾获得魁首 进入这里修炼 我吕家先祖剑神 竟也再次修炼过 每隔数千年 建议大陆 才会出现一次剑道圣事 每当剑道圣事 就会出现新的剑神之位 最近一位登上剑神之位的无上天骄 便是三千年前 你吕家先祖金红剑神 上一个登上剑神之位的 是我洛家先祖 冰皇剑神骆冰云 时间是六千年前 既然以剑神为目标 那就必须和先祖金红剑神一样 领悟两门剑神级武学 神剑公子果然不愧为第一公子 我所料没错 第一个登上第十层的天骄 果然是他 那么 谁会是第二个到达第十层的天骄呢 重剑公子吧 听说重剑公子 是除了神剑公子和力血河之外 几个天骄中年纪最小 突破剑王的 我觉得应该是颜剑公子 他横行难遇所向无敌 击杀过不少强大剑王 潜力定然出壮 我觉得应该是天剑公子 天剑公子突破剑王的年纪 虽然比重剑公子大一些 但他后来居上 更早突破剑一镜后期 天赋之强 只追神剑公子和力血河 也许是洛家的韩剑仙子呢 世剑大会考核的又不是实力 而是天赋和潜力 也许韩剑仙子会在世剑大会上 一鸣惊人 怎么会是杨剑公子 这个杨剑公子好高地见到天赋 如果是我们五大势力的剑圣 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是煞蒙剑圣王 杨蒙剑圣剑圣 不可能 方阳曾在杨蒙武者手下救过水寒 并且还曾调查杨蒙 遇到过力血河 差点被力血河杀死 绝不会是杨蒙之人 也许是杨蒙演的一出苦肉计呢 我建议将他拿下 好好审问 这不好吧 没有丝毫证据 就凭心中猜测 便要审问一位天骄 他是什么人 日后自然知道 现在看着便好 事件大会 与神剑塔中比试 谁闯塔的层楼越高 速度越快 成绩便越好 神剑塔会记录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 最终会给出评判 前十名都将获得剑山参悟剑道的奖励 第一名 更是可进入洛家剑神先祖开辟的宝地修炼 真的吗 现在 世剑大会 开始 入神剑塔 我接受你的挑战 天才剑王挑战天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若是这个洪志武圣 那今晚就精彩了 哈哈 对方毕竟是天骄 能够二十岁前成为剑王 剑法造诣肯定也很惊人 哪那么容易败 若是别的天骄 洪志武肯定没希望 但对手是这个方阳 那就不一定了 凭借机编 凭借机缘其欲而成的剑王 即便是天骄 实力也未必出众 这么说来 这个方阳 也定不是洪志武的对手啊 洪志武抓住了这个好机会 说不定可以营扬天下 两年修陈剑王 我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靠自身修炼 而是靠机缘其欲 在外力的刺激下 强行突破的剑王 说说 吃了什么好东西 竟能让你在短时间内 突破剑一剑 打就打了 啰嗦什么 你这么着急落败 我成全你 心狠九剑 无双也并非没有匹敌之人 血剑老人的弟子 立血合 天赋不在无双之下 若是立血合 与神剑血煞 问你见神 剑狱大陆 恐将血流尘河 我正道联盟 也将迎来巨大灾祸 近日 煞盟频频活动 江湖很不太平 水寒在北狱之中 都遭到煞盟截杀 还有这事 煞盟好大的狗胆 他们这事忘了无剑老人 杀得他们如同丧家之犬 东躲西藏的时候吗 水寒说 利血合也和煞盟武者在一起 我担心的是 雪剑老人恐怕也为煞盟战台 甚至就是煞盟之主 否则煞盟怎会如此气焰嚣张 煞盟之事 还得我们五大势力联手 互相帮忙 一旦有所发现 只连根拔起 剑中有三柄神剑 我们四家也各有一柄神剑 血剑老人再讲 也只能运用一柄血煞 看他能等我们几柄神剑 终欲剑宗 剑宗副宗主 白玉丘 神剑公子 剑无双刀 神剑公子 请 神剑公子 请 这天椒宴 宴请的是各方后备天才 据我所知 洛家天椒只有落水寒一人 那这一座位是 北玉洛家 欢迎各位天椒请来赴宴 韩剑仙子旁边的男子是谁啊 竟然也透露这剑王气息 洛家 有这么一位年轻剑王吗 若是天椒 早就绵扬天下了 当时的天椒 除了血剑公子 丽血和之外 都已到场 他 不可能是丽血和吧 世剑大会 是我正道联盟的盛会 丽血和怎么赶来 肯定不是丽血和 丽阳 你跟我们回洛家吧 为啥 就算我和姑姑不说出你的身份 丽血和 赤血炎罗 向飞鹰都知道你的身份 若是想你死的人 知道你还活着 必然会再度出手 你虽有神剑在身 但若是遇到丽血和这样的强者 还是会有危险 眼下洛家 是你最好的去处 在北玉洛家 哪怕是剑尘 都不敢放肆 你洛家也有剑尘 万一也对我的神剑有所企图 我岂不是洋入虎口 你不用担心我洛家剑尘 会对你不利 整个剑狱大陆 五大剑尘势力 我洛家是最不排外的 每隔三十年 都会举办一次世界大会 只要是愿意留在洛家的人才 即便是外星 也会大力培养 并且 我洛家只有一位剑尘 年过九百 寿缘无多 没有突破剑神的希望 神剑对他并无帮助 我洛家 自己有雷禀神剑水寒 不会贪图你手中的陶神 最后一点 世界大会很快就要举行了 这是三十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整个剑狱大陆的少年天才 大多都会参加 你可以在大会上 见识到其他天骄 你天赋如此超觉 就不想跟其他天骄同台竞技吗